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已经臭场了 大家毕业 但是我觉得 我在沐测其实也有9年的时间 从沐测学到这里 然后两点训练 两点的模式 然后在沐测在一起 然后那这里就像我们这样的家一样 因为在这里也算是从遇到第一页 对 我觉得非常的 我首先看见许多的青少年 觉得很得鼓励 因为我在我自己青少年的时候 直接也离开社会生活的阵子 所以就很相信 一同是佩拉的弟兄姊妹 就是他既爱是坚持自己的人 就必爱他的道理 在每个阶段里 一直都能够把我们拖住 也会帮我们带到草莓生活 那今天我们就就着这种 严特草莓生活 我所看见的榜样 还有得到的帮助 有点的分享 再次过来书十二章一节说 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不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受到过去各样的重担 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凭着忍耐 那一分那摆在我们前头 我们在这里 我觉得在这里 看见弟兄姊妹 第一个榜样 就是牧羊的爱 我觉得这个爱 西乡约翰 是将十一节所说的 不是好巫人 好巫人为羊成命 所以是一种成命的牧羊 我觉得在刚开始大学的时候 我只懂得享受这个牧羊 所以就觉得是跟弟兄姊妹吃饭受关心 但是在有一次从侧面知道 不是者为我的心心担心 为我祷告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的牧羊是放在心上的 阿们 从他的时候开始我就会跟主祷告说 主啊我要成为这样的人 阿们 是一个可以把人放在心上的人 阿们 而且牧羊人或是不容易 没有什么的情形 但是我觉得很得苦力的是 我在圣徒们身上学到 无论牧羊人的光景是如何 阿们